209 新聞臣報MAS疫情催喚韓國人生活正常 2015年7月13日國際新聞 A13 曼曉萌 特狗新華國際客戶端 韓國12日新增中東呼吸綜合症MAS確診病例為零 這次韓國連續第七天沒有新增病例 疫情整體平穩令韓國民警戰 情緒 回歸正常生活 韓MAS疫情催於平穩韓國保健福祉部當天通報 自6日以來 韓國中東呼吸綜合症確診患者保持在186人 截至12日上午6時 186例確診病例中 130人傳遇 韓聯社報導 截至12日 中東呼吸綜合症隔離對象為485人 較前一天減少28人 20名確診患者在醫院接受治療 其中5人病情不穩定 另外 韓國11日新增一名中東呼吸綜合症死亡病例 死亡病例增至36人 死亡率大約19.4% 由於韓國已經連續第七天沒有新增確診病例 疫情催於平穩 韓國防疫當局正與世界衛生組織相討判定疫情完全結束的標準 世衛組織先前規定 在中東呼吸綜合症潛伏其兩倍的時間 即四週內沒有新增確診病例 即可宣告疫情結束 中東呼吸綜合症病毒2012年9月首次發現於沙特阿拉伯 在全球已經引發530多人死亡 死亡率超過36% 現階段還沒有藥物和疫苗能夠對症癒防和治療者種疾病 公共場所恢復往日喧囂隨著中東呼吸綜合症疫情逐步得到控制 一道冷清的餐廳、商店、影院和遊樂場等公共場所恢復往日的喧囂 幾週前 口罩、一次性手套和消毒洗手液對29歲的珠寶設計師開帝 至今宜然還是上班時必須的裝備 而現在已經不需要了 他覺得現在已經安全了 埃大金說 除了衣用口罩 我之前還戴著一次性塑料衛生手套 按電梯按鈕的時候用 雕吊手套之後 他甚至還會用消毒洗手液洗手 他說 現在 不戴口罩我也覺得沒問題 與埃大金一樣 不少民聊 站下口罩 從恐慌回歸正常生活 重新出現在影院 商店等人鬧密集的場所 與幾週前代在家中擔心感染病毒時形成鮮明對比 首爾南部繁忙的公交車站或地鐵站 近來已經很小看得戴口罩的乘客 一名後車的藥劑師說 幾週前 他每天能賣出五百多隻口罩 現在每天的銷量在十隻左右 在購物區明洞框街的二十六歲 越南空城鄧慶瑜 陰逆說 我來之前還擔心中東呼吸中合徵疫情 但看得這類的韓國人生活一如既往 甚至沒戴口罩 我從了口罩 根據韓國電影協會發布的數據 7月第一週 韓國各電影院官傳人數超過二百二十九萬人 比上月同期增加一百多萬人 由韓國三星集團運營的主題遊樂場愛保樂園說 7月第一週 遊樂場營來大約六點八萬名遊客 比上月同期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 韓國教育報說 在文禄W達到頂方的六月十二日 超過二千九百所學校停課 而這寫學校自七月六日以來已逐漸復課